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白在最上层的格斗里看到了一个纸盒 盒子里是几盘录像带和放映机 藏在这种地方里面的东西如果不是见不得光 那就是见不得小孩 怀着激动的心情 老白把妻子哄睡 自己独自来到书房看电影 哎 这种事情不需要妻子参与吗 哎 我在说什么 里面的东西果然让老白很失望 是这所房子曾经的住户 一家人的生活记录 不过后半段机型突然发生转折 住户一家全部自挂东南枝 东南枝表示很有压力 第二盘录像带又是一户人家被活活烧死的场景 老白觉得有点慌 表示有点吓人 于是决定白天再看 白天老白打开第三个录像带 一家人被绑住拉入池子淹死 池子里还有一个奇妙的东西 老白走上前刚想看清楚 录像带突然烧了起来 这一切都在提醒老白 灵感给了这么多了 你他妈到底写不写 老白表示自己都干些恐怖小说了 还怕个鸟就不写 弄死我 于是继续看第四个录像带 这家人都被割了喉 老白在录像带中发电了共同点 里边都出现了一个古怪的符号 而且住户的最小的孩子都失踪了 这时家里突然停电 楼顶灌身响起 老白前去查看看到一个纸盒子 上面画着这几起凶杀案的杀人方式 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名叫伯格的人 经过一个警察的帮助 老白了解到这些凶杀案真实存在 但是前后加起来已经有100年了 这伯格怎么这么能造呢 然后老白出控看了第五个录像带 这里的一家人都是被除草机嚼死的 通过调查 老白明白了神秘符号代表着一个邪教神 名字只叫伯格 嗨原来是鬼啊 我还以为是个活了100多年的变态杀人狂的 老白逐渐缓和了情绪 而那边伯格看老白知道的差不多了 于是开始派小鬼吓唬老白 还在老白家阁楼上看小电影 电影名老白一家不得不说的故事 春节的那种 老白一看录像不是录随随随死吗 这小东西要弄死我 于是连绑烧毁录像带 并带着妻子孩子离开这里 来到新房子 老白长嘘一口气 表示大难不死必须分账 出于想念 老白去自己家阁楼看看有没有伯格 找他续续救 结果惊喜地发现 录像带再次出现 里边还有个新录像带 老白还接到了原先那个村警察的电话 说以前那几户人家都是住得好好的 突然一搬家就全挂了 老白差点气疯了 你怎么不早说 我他妈都搬出来了 现在再回去我面子往哪搁 老白怀着悲愤的心情 打开了新录像带 终于了解到前面住户死去的真相 他们都是被伯格控制的 家中最小的孩子下药杀死的 这时老白发现自己也被下了药 随后晕了过去 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和妻子儿子都被绑了起来 小女儿拿着斧头 端着录像机前来收人头 随后完成了收割的小女儿 被传说中的人贩子伯格带走 全局中 据说我们梦里还会再见哦